荧幕前面的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宝贝班诗歌时间 当你每天早上遇到的第一个人,你会跟他说什么呢? Good morning,早安 那如果是下午呢?Good afternoon,午安 那如果是晚上呢?Good evening,晚安 晚上要上床睡觉了,妈妈就会跟你说Good night,晚安 从早晨到夜晚,我们都可以说是good 这个就像是我们在诗篇113篇3节说到的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哇!God is so good 身世如此的美好,我在一天中的每个时刻都要来赞美神 早上我就说Good morning,早安 中午就说Good afternoon,午安 晚上就说Good evening,晚安 晚上要睡觉了就说Good night,晚安 哦!一整天都是good,good,good,good 哦!都是美好的 那秀宇姐姐要问你咯 你知道美好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最美好的是什么? 哦!美好的最高境界就是满足的喜乐 还有永远的福乐 这个在哪里? 这个在圣经10篇16篇11节 等一下秀宇姐姐会先念一次 在荧幕前面的你要跟着我一起念一次哦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哦!很棒啊!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气耶! 这个就是美好的最高境界 你知道吗? 其实啊!这两句的经文也是一首动听的诗歌哦! 现在我们就让齐安哥哥来带我们学习这首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哈喽!宝贝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学的这首诗歌叫做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这首诗歌的歌词很短 但是呢!却非常重要哦! 那这首诗歌的歌词出自圣经的话 在诗篇的16章11节说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哇!这是谁写的诗啊! 哇!是大卫写的诗哦! 而且这首诗是个金诗 诶!什么是金诗啊! 哇!就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诗 那有多宝贵呢? 哇!就像是闪闪发亮的黄金那样宝贵 所以就称为金诗 那这首诗歌到底藏了哪些宝物呢? 我们赶快来看! 好!第一句歌词说 在你面前有满足 有满足的喜乐 什么是满足呢? 哦!就像是我们吃了很多很美味的食物 吃饱了我们就觉得好开心 好满足哦! 那满足的相反又是什么呢? 哦!就是不满足! 什么时候会不满足呢? 就像是我们吃饱了之后 过一段时间我们又饿了 又或者是有的人会一直买保养品 想让自己青春美丽 但是我们年纪静静长大之后 我们还是会变老 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皱纹 有的人也会拼命吃保健食品 非常希望自己每时每刻都非常健康 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生病 最后我们还是会面临死亡 诶!上面的东西都是不好不能做的吗? 刚刚齐安哥哥有提到 吃东西、用保养品、买保健食品 这些不是不能做 我们当然要吃一些食物 让我们不会挨饿 我们也可以买一些保养品 或者是保健食品 让自己健康一点 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度使用 吃的东西也不能太多 因为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没有办法真正满足我们的内心 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的空虚 甚至我们会出现贪心或上瘾的问题 这样是很可怕的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呢? 就是邀请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用耶稣的想法来想事情 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别人 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去帮助他们 那我们让别人感觉很喜乐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像歌词上所说的 得到满足的喜乐 而且啊,这个喜乐是在上帝面前的喜乐 如果我们让美食在我们的面前 金钱在我们的面前 骄傲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就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喜乐 唯有在上帝面前 上帝亲自给我们满足的喜乐 那有什么例子可以让我们更加体会 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 哦,这边奇安哥哥要说一个故事哦 是关于红雨昕小红姐姐的故事哦 小红姐姐啊 今年从东吴大学的会计系毕业了 大家都认为小红姐姐 会去很大的会计事务所工作 然后也会考上会计师 就可以赚好多好多的钱 领很高的薪水 但是呢 小红姐姐竟然没有这样做耶 她反而是来到宝贝班工作 为什么她会来到宝贝班呢? 为什么她要在这么客难的摄影棚录制影片呢? 在这里的待遇也是很普通的 为什么小红姐姐甘愿放弃赚钱的机会 反而选择跟一群特儿们在一起呢? 哇! 原来啊 是她听见了上帝的声音 她用上帝的眼光来看特儿 她相信这群特儿也是上帝的宝贝 所以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们 传福音给他们 她看见了比钱更宝贵更有意义的事情 她看见了特儿的微笑 她看见了每个特儿得救的喜乐 小红姐姐她得到的 不是世界上短暂的快乐 而是来自上帝那满足的喜乐 而小红姐姐她来到宝贝班的决定 是她自己一个人的决定吗? 不是耶 是上帝来到她的面前 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小红姐姐 让她离开其他看起来很棒 却充满引诱的道路 上帝反而引导她来到这里 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走着充满喜乐与爱的道路 再来第二句歌词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 有永远的福乐 诶?什么是永远的福乐呢? 不会只有过去 现在甚至到未来 我们都能够得到 上帝的福分与喜乐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许多的苦 也有许多的限制 有的特儿可能一辈子不能够说话 一辈子要包着纸尿裤 一辈子要坐轮椅 一辈子需要别人帮助他们 可是当有一天他们来到了天堂 那是上帝为他们预备永恒的家 在那里不再有病痛 不再有眼泪 在那里耶稣与他们同在 耶稣赏赐那些凡相信他 接待他的人 就能够享受永远的福乐 但是如果我们仍然觉得自己很不幸的话 怎么办呢?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不幸的 可能有许多的节日 像是父亲节 母亲节 过年 有的特儿家庭是孤单的 可是就像歌词所说的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孤单的 但是灵里面我们是喜乐的 因为我们有一位永永远远 爱我们的天父 还有会爱我们到底的耶稣 与我们同在 这位上帝啊 他会保护我们 医治我们 我们也不会害怕死亡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在世上 与上帝同行 有一天 当我们安息了 睡着了 我们也是喜乐地上的劳苦 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 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喜乐 诶 为什么在歌词当中说的是 在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呢? 哦 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回到 上次我们远距教学的影片 宝贝们 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采访俊秀哥 和历史姐的采访影片呢? 哦 俊秀哥说了一句话 特儿在神的创造里面 没有错误 这就代表啊 俊秀哥他相信 特儿是上帝美好的创造 而这美好的创造 就是特儿在上帝右手中的宝贝 引着俊秀哥 历史写这样的信心 他们就得着了上帝所赐的 永远的福乐 这个福乐啊 是我们从当初 还是受精卵的时候 甚至到出生 到死亡 到之后的永远 都能够领受到的福乐 那我们要怎么能够更加明白 什么是永远的福乐呢? 哦 这边 祊安哥哥要说第二个故事哦 就是韦国爸爸还有少梅妈妈的故事 韦国爸爸和少梅妈妈 他们原本是住在澳洲的哦 但是有一天啊 因着圣灵的感动 上帝带领他们到需要帮助的地方 去到贫穷人家 受苦人家 去陪伴他们 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把长大的女儿留在澳洲 两夫妻就来到了台湾 来到了保卫班 陪伴了许许多多的特儿 也关怀许多的特儿家庭 诶 为什么他们要把女儿留在澳洲呢? 他们难道不爱他们的女儿吗? 不是的 他们仍然非常爱他们的女儿 不过他们相信 他们这个很特别的决定 是上帝带领他们要走的路 也让女儿可以看见啊 他的爸爸妈妈活出了这美好的见证 宝贝们 虽然这首诗歌很短 但是歌词里面 蕴含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很美丽的诗句 希望我们等等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来自上帝满足的喜乐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唱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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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永远中有永远 有永远一无人 哇这首诗歌真好听 也谢谢齐安哥哥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 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我们也有听 齐安哥哥还有他的爸爸妈妈 一起合唱 哦原来能够有一个甜美的家 能够跟爸爸还有妈妈一起唱诗歌 这个也是上帝赐下的福乐 会让你的心感觉很喜乐 神是如此的美好 那我们再一次邀请齐安哥哥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 来带我们复习这首 God is so good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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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整风 没对我 Most player is worship 嚣一知不动 Than言 bluesちょっと想要有什么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神真年lasses 神真美好 公叫紅小典晾 我愿全佛,我愿全佛,全佛的祈礼。 他真爱我,他真爱我,他真是爱我。 谢谢祈安哥哥,还有他的爸爸妈妈。 神真美好,God is so good。 你会不会很疑惑,觉得神真的这么美好吗? 秀瑜姐姐要跟你分享一个人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做海伦凯勒。 啊,小宝宝海伦凯勒出生了。 医生说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 可是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 医生说海伦凯勒罹患了一个急性的脑冲写。 哦,这个急性的脑冲写导致呢, 哎,这个是耳朵啊,是用来听的。 海伦凯勒的耳朵听不见,那眼睛呢,是用来看东西的啊。 可是海伦凯勒的眼睛看不见。 嘴巴呢,嘴巴是用来说话的。 可是海伦凯勒的嘴巴没有办法说话。 哦,小小的海伦凯勒没有办法表达。 他没有办法让别人理解他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 可是他是有思想的啊, 因为他的头脑还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就让海伦凯勒变得非常的脾气暴躁。 他的心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情绪。 他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不懂呢? 哦,所以海伦凯勒就变成了一个很喜欢看到人就去给他捏。 哦,还有呢,他可能会像这个小男孩一样。 啊,他很生气,他就躺在地上,一直哭一直弄,他都不起来。 甚至有时候他在家里面很生气就拿到一个花瓶就往地上砸。 哦,这么脾气暴躁的海伦凯勒, 也因为这样他的爸爸妈妈压力非常的大。 哦,就在他们走投无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他们找到了一个老师,叫做苏利文老师, 住在他们的家里面。 哦,住在他们家要做什么啊? 啊,来当海伦凯勒的家教老师。 苏利文老师对一个不会说话是聋哑的人, 他第一个要教他的就是语言。 如果凯伦凯勒不会语言的话, 他知道海伦凯勒就内心还是会一直有很多的情绪, 他没有办法抒发,大家看到的就会像现在一样, 他只是一个很容易脾气暴胀,很容易生气, 然后呢,情绪起伏很大的一个孩子。 所以苏利文老师说,我一定要教会他语言。 哦,可是教的过程中很辛苦啊, 海伦凯勒有时候是不明白的, 不明白什么叫做语言。 哦,有一天,当海伦凯勒又有情绪的时候, 他很生气。 啊,这个时候苏利文老师做了一件事情, 他拉着海伦凯勒到他们家的院子, 有一个抽水棒的旁边, 他就把海伦凯勒的手就放在抽水棒的下面, 那个老师就一直压,一直压, 一直压这个抽水棒。 啊,水源源不绝的流出来, 流到海伦凯勒的手掌心上面。 啊,这个时候苏利文老师就在海伦凯勒的手上面写 W-A-T-E-R Water就是水。 啊,就在这个时候, 老师唤醒了海伦凯勒的生命潜能。 他终于知道原来文字是有意义的, 原来Water就是那个水流过他手的那一种的感觉。 好奇妙,上帝透过了一个好的老师, 唤醒了海伦凯勒的生命潜能。 后来海伦凯勒成为了一个作家, 成为了一个教育家, 他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 他到美国,到日本,到世界各地去演讲, 透过他写的书, 透过他的演讲。 啊,这个世界终于知道原来一个特殊儿, 他可以进步这么多, 是因为他遇见了一个好老师。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世界上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个学科里面, 就叫做特殊教育。 所以希望以后我们每一个人讲到特教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海伦凯勒还有他的老师苏丽文, 我们都会想到海伦凯勒带给这个世界的祝福。 海伦凯勒曾经讲过这一句话, 一个美丽的家庭并不能对你发生作用, 除非你有一颗美丽的心。 啊,这个家就包含你的爸爸跟妈妈, 也包含你属灵的家。 美丽的家是什么呢? 代表什么? 就是这个家的每一个人, 他们会彼此饶恕。 做错了事情, 就勇于地承认, 勇于地说对不起。 啊,这一句话真的是绿久米星, 什么意思? 就代表他永永远远都是对的, 不管在台湾, 还是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句话都是对的。 你很难想象, 一个原本是又聋又哑, 没有办法说话, 甚至脾气很暴躁的人。 可是他最后却可以说出, 这样深邃有丰富滋润人心的话。 哦,原来很多的事情, 就像海伦凯乐的一生一样, 本来我们会觉得是不好的。 可是经过长久的时间之后, 我们最后发现, 他原来是好的。 哇,这个就像是圣经, 以赛亚书55章9节说的, 上帝说什么呢?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哦,原来呢, 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明白的。 可是有一天, 上帝就让我们明白了, 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 原来神真的很美好。 God is so good。 哦,最后我们要请纯毅姐姐来带我们复习沙漠中的赞美。 等一下你也会听到小红姐姐敲铃骨还有响棒的声音, 所以要注意听哦。 现在我们要请所有在荧幕前面原本是作者的宝贝们, 现在要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唱歌跳舞赞美神。 我乞音乐aya são handle by airsstop особенно not and won, 我乞音乐宝贝们猫本身心的放异仲, 我乞音乐宝贝们好扯帮我们的怨仲取他们。 大悶入战亚将心里响棒的以后, 他说不是结婚 我以为我里头能拿到大圈 开闭上什么开家后 让开远看大路 这十年后金飞 处备快速快要走 让我走到飞 让开远走现在 我里头永远的圈 这十年后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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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头永远的 这十年后金飞 因为我里头能拿到大圈 他比较少不高 让开远的圈 这十年后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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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他少不高 让开远的圈 我里头永远的圈 他比较少不高 让开远的圈 那开远的圈 他比较少不高 يع得一切 身不高 我需要做什么都在 他快远的圈 我听着我永远的圈 我听着我永远的圈 你听着我永远的圈 谢谢纯毅姐姐 还有小红姐姐 我们今天的诗歌时间准备要结束咯 最后我们请齐安哥哥 来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宝贝们 在听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以及动人的诗歌之后呢 想请问宝贝们 你们喜乐吗 换做齐安哥哥的话 也很难马上回答出来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 即使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痛苦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在我们身旁 他会用钉横的双手 把我们抱在怀里 并且微笑的看着我们 让我们享受主永远的平安 满足的喜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用你的保血 谢谢你用钉横的双手 拯救我们 我们在你的怀抱里 不再有哭泣 不再有痛苦 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 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 享受你永远的福乐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喜乐的心 让我们展开微笑 谢谢你 谢谢你深深地爱着我们 让我们心得满足 让我们心得满足 谢谢你不吝息赐下恩典 我们也要追求真正的祝福 真正的满足 小孩的祝福 小孩的祷告 侍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祝福 小孩的祝福